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问我们大家都备什么好东西了 好 来来来 跟我们说呢说的吧 那我就备好了 跟靠你一样都备好了 备好了 夸好了 冰箱也打开了 等着人也给我送货了 每年我这都有大风手 有内蒙的半只羊 厉害 欢迎你们到我家来 说的欢迎了 大家给我听到了 听者有份 我不知道大哥家有羊排 我知道我就不买了 想看 就串个门 对 瞧瞧 猪蹄 完了长大 牛肉 羊肉 猪肉 鱼 咱样不样不能差 还有你瞧 自古的银耳 厉害啊 胖姐 真是 您这备的挺有讲究了 确实有一点稀疏平常 太普通了 您说这些东西 咱平时也能吃着 所以各位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地儿 这个地儿啊 也是我们被年货采购的大吉 但是 它卖的东西非常有特点特色 您往这儿看 都是滋补的 滋补大吉 这滋补大吉我还没干过呢 没看过你哪儿都卖什么呀 全这好东西 尤其是马上要是大寒了 我们都知道是一年当中最后一个节气 是的 也是养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 没错 但补起来啊 必须去这儿转转 好嘞 滋补大吉 看看东西真不少 还喜欢什么 您就拿点 但是 但是啊 铃啊 怎么但是上了 有的呢 我就是认不认识 有的是不敢确认 这我认识 这铃给我来一接 胖姐啊 这么多好东西你都不认识 你真得好好认识认识他们 而这里面您就拿这个 我还真得说到说到你 怎么了 就这枸杞 要是用的话还真得慎用 这物虚可大了 今天要说一说 您往这儿看 您看有什么呀 补义养姿 就是姿补啊 尤其是到年根了 特别的重要啊 而且呢 我们分成了四类 要有地方食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适合的情况 选择滋补的方法和好东西 那我这个枸杞 对应的是谁啊 而且你说 它要是谨慎使用 我都买猪蹄了 我想搁上一把 这到底跟我那猪蹄 还能不能一块儿炖呢 你看看啊 咱还能不能在保温杯里 抱点枸杞啊 赶快请专家来解答了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院医院心内医科主任 李立志 李主任 欢迎李主任 多年好 多年好 李主任 又见面了 大家多年好 您请坐 您请坐 养生堂推荐产品 卤花高油酸发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酸味多多 卤花高油酸发生油 李主任 被年过了吗 被了 您作为终于尊家伙特想问 跟我们大家备的肯定不一样 您每年过年 备的这年货里面有什么特点吗 会注重什么吗 我是安徽人 那么我们安徽讲究的是什么呢 咸的东西 咸鸡 咸鸭 咸鱼 咸肉 然后还有一些杂碎 就是我们安徽的特点 那么现在我备的年货 跟原来那是应该大不一样的 现在基本的肉 但是还需要的 素菜现在基本上不用备 为什么呢 这个用零食买新鲜 你看看 这边咱上李主任家过年 是吧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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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还真不能问 问谁都想去谁家过年 每一家过年 这年货还都不一样 都挺有特色的 但是离不开一个话题 就是滋补 大鱼 大肉 羊肉 鸡肉 蛋 都是滋补的好东西 说到滋补 一定给大家伙介绍一下 就是明天 咱们第十四届地坛 中药健康文化节的开幕日 今年的文化节的主题是 弘扬传统文化共享健康生活 而我们今天说到的 中药滋补方面的内容 也是文化节的 重中之重 所以我们来好好聊一聊 马上就大寒了 大寒我们都知道 是一年当中最后一个节气 也是养生的一个关键时期 所以大寒的时候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养生 提前知道点 准备着点 咱也更好的过年 更健康的过年 明天有句谚语 叫大寒大寒 防风雨寒 早饮人生黄旗酒 晚喝起举地黄丸 什么意思 那么其实我们把这个概念 隐身一点 其实是冬天 整个冬天都要强调补 为什么 开春了 开春了我们要干活了 是不是 干活了就要浑身的劲 要使不完 所以这年根 关键的这个节气尾巴 大寒咱们得抓住了 那说到滋补 刚才我们去年过大吉 这个胖姐没看别的 就看那枸杞子了 一看给我来一斤吧 确实是 我相信在座的叔叔阿姨 没事是保温杯里泡枸杞 做点汤 放枸杞 所以说到这个 真得跟大家好好说到说到 胖姐 我最近知道了一个民间传说 就跟这个枸杞相关 您知道吗 清朝 清 嘉庆年间 有一位长寿老人 传说这个人 活到了256岁 他叫做李庆远 是清末民初的一位 中医中药的学者 对中医中药很有研究的 他200岁的时候 仍然常去大学讲学 据传说呢 他这一生啊 取孙满堂 有107位后人 厉害吧 他自己说自己的长寿秘诀 长寿原因 大家听好了 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要特别开朗 但是后来有人发现 他呢 活到256岁 是因为他长期的 吃枸杞子 煮水 然后带茶饮 说到过去死了 关于这个李庆远先生 那么我也是特地查了查 那么实际上这个李庆远呢 真实啊 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人 但是说是不是活到256岁 这个要质疑 这个传说嘛 传说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 是必须是真的 什么呢 就是注重养生的人 他身体一定是健康的 是的 他一定会是长寿的 另外呢 我们知道这个张希纯 非常著名的一家 那么张希纯呢 特别注重这个枸杞 所以他呢 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 这个晚上啊 睡前啊 干嚼 干嚼这个枸杞 这个枸杞呢 滋胜强干 那么明目清热 我们晚上 我们的夜里边 我们的阴分 要内熟起来 要守在里边 守在里边干嘛呢 也要把我们这个阳气 含蓄在里边 所以我们的阴分 一定要足 不足 我们的阳啊 浅不了里边 那你晚上就睡不着觉 或者说产生虚火 所以我觉得张希纯呢 我觉得他晚上临睡前 来含护这个东西啊 目的是滋补他的干身 完了以后呢 身经止渴助眠 胖姐 你替我跟大家伙尝尝吧 干嚼什么滋味 好嘞 好不好 我去尝吧 怎么样啊 甜的 有点像姜果 很好吃的 但就是有点肝 有点肺牙 可能我们要是牙不好的话 因为它有糖分嘛 有点黏 所以有点粘牙 体验了一下啊 其实我也是吃过这种干嚼枸杞 有一小包一小包的 然后直接来吃的 如果要是不是很干的那种枸杞的话 真的挺像葡萄干的 甜甜的 甜滋滋的 这表示我觉得比泡水还好吃 这倒是 但是特别特别干的 可能就不太适合干嚼了 对 对于我们上岁人的牙 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就得煮一煮了 这个枸杞跟葡萄啊 比较像 但是呢 我是觉得 因为我也嚼过 它这个嚼啊 没有 还没有像新疆那个葡萄啊 那么腻 我觉得它甜度啊 不如这个葡萄那么甜 所以说嚼的话呢 也可以 但是注意一点啊 嚼完了以后啊 你得刷牙 因为毕竟是甜的 是吧 这个防止虚齿啊 等等啊 刷刷牙 应该就没问题 只不过呢 我觉得啊 就是咱们强调的是 枸杞的滋补 有作用 枸杞在滋补当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至于说怎么吃是吧 你是煮汤 你是跟其他的食物一起 你是跟药物配物 你还是干嚼 我觉得因人而异 但是有一点 就是任何一个东西 它都有利有弊 它都有适应者人群 这个大家也特别的关心 刚才就 给我来一斤吧 但是我一说枸杞 尤其中老年人 要慎用 这是怎么回事呢 您跟我们讲讲 对一些特定的人群呢 最好要慎用 或者是不用 那么哪些人群呢 第一个 就是有外感邪气的人 比如说 比如讲 我现在感冒 我发烧了 或者说 我现在有疮痒 肿毒 是吧 我正在发着疮呢 是吧 那么这些人呢 或者说 我现在嗓子 咽喉肿痛 我扁桃腺发炎了 那这一类人群 要慎用 你帮倒忙 帮倒忙了 第二类就是脾胃虚弱的 因为枸杞毕竟它是一个滋补品 脾胃虚弱的 它虚不受补 那你这个时候用呢 你用进去以后不但不补 反而呢 使你的脾胃更加的滋溺了 更加的运化不了了 那么本来我是想的是好的 结果是吧 是反其道尔秦之了 第三个呢 就是对于有一些 这个痰式之体 痰式之体 这个人呢 这个非常的胖 然后呢 或者是有呼吸道 有痰有很多的 这个代谢紊乱的 那么这些人呢 也要慎用 基本上就是这几类人 就是尽量要慎用 要注意的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疲惫可能多多少少都不太好 不好运化食物 其实很多人就不适合 枸杞用它来滋补了 那用什么滋补呢 今天我们专家带来了 好多好东西呢 适合大家伙的 一会儿好好听一下 说到这里啊 一直在说滋补 也得好好的再介绍一下 我们专家的身份了 李主任是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院医院 陈可济院士的 学术传承人 而且呢 擅长的是心血管疾病 是叔叔阿姨特别关心的 这样的一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好好的 请您跟我们讲一讲 用心滋补的那些事 还记得吗 开场提到了 补可是不能随便补到 要往这儿看 有补义养肌 四个字 四大类 这四个字分别都是什么意思 它们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这么分 接下来请你好好介绍一下 我是搞心血管的 这个心血管病的治疗来讲呢 补义 就是我们讲的滋补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大法 非常非常重要的大法 所以补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胖姐帮我们揭晓一下 好嘞 刚才主任说 滋补很重要 那么我们补什么呢 三二一 第一个要补心羊 羊是起到一个温室 推动这个血往前走的 提供能量的 所以说这个心羊 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讲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讲这个心衰的患者 最典型了 他的表现呢 就是心寒之冷 他特别怕冷 冬天还有暖气 他也要 也还加一个 电热的这个什么东西 是吧 还要来增加一个 那么心寒之冷 然后呢 气短了 是吧 然后呢 比如讲大便 是堂屑的 一天可能五六次 七八次 然后呢 这个比如讲 甚至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体内 因为阳气 敷补不利了以后 水的运化不好了以后 还加油于水邪 水邪 那所以说 比如讲 里边有肿 它有咳嗽 喘息 下肢也浮肿 小便也少 这就是比较典型的 心阳不足的表现 所以补心阳好重要啊 很重要 第一个补就知道了 那第二个意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看 三二一 那第二个意 是什么意思呢 三二一 意心气 心阳很重要 心气也要足 这个意心气呢 那么有了阳作为铺垫 就好理解的 这个心气啊 其实气和阳啊 是一家的 只是气虚剩了以后 气虚得很厉害以后 就可能会牵涉到阳虚了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 阳虚之前 它是气虚 它是气虚 那么所以心气虚表现是什么呢 主要是 人的活力不够 没劲 没劲 比如讲我们正常人 像我们今天 我们几个表现啊 这都是心气足的表现 胖姐一定心气足 胖姐比心气很足啊 那么这个心气虚了以后 人是表现神疲乏力 没劲 神心致乃啊 就是神心疲惫 老躺着不用 好像躺着 然后也不想说话 是吧 然后呢可能会有心跳 心气 人家跳了六七十次 他跳一百次 对吧 心气 心慌 然后呢 懒岩 是吧 然后呢 他心气虚的时候呢 他可能还伴有 血瘀的症状 因为心气虚了 推动这个血的力量不够了 那么这个血瘀就出现了 那么夹杂的血瘀 就有可能 比如讲 有瘀斑瘀点了 心气虚的表现 心气不足的表现 心气不足了 之后是养 养什么呢 好 我们看一下 养什么呢 三 二 一 养心血 我们经常讲的 说他是挺费心血的 是吧 我们做什么事 是吧 对 说他就是很下功夫 费劲了心血 费劲了心血 那么这里边呢 就讲的是心血 对吧 那么我们心血啊 是干什么的呢 是滋养我们这个 这个血液心脏 和这个血管系统的 那么心血 就是起到一个乳氧 另外呢 心血一虚了以后 表现的是倦怠 乏力 力不从心 干什么事没精神 是吧 完了以后呢 面色是苍白的 没血色 没血色 人家的脸色都是红润的 是吧 他那个苍白如指 对吧 那么失眠啊 多梦啊 酸软啊 这就是心血亏虚的表现 这也好重要啊 还是最后一个 滋 我们一直在说滋谷 是不是这个非常关键呢 胖姐揭晓一下 好嘞 到底怎么滋呢 三二一 滋什么呢 走 五二三一 滋心阴 其实阴和血呢 我们可以同时去理解它 但是阴和血呢 又有点区别啊 刚刚我们讲了血 大家 我们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 那么这个阴 其实呢 也可以理解 比如我们人体里边的 一些液体和体液 我们的兔液 是不是 它就是 它就是阴的 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部分 所以说这个心阴啊 我们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种滋润的 它是滋润的 就是汽车啊 对 润滑液 它是滋润的 如果没有它 那你这个各个零部件之间 你就不可能 就会磨损 对 你就磨损了 关键也一样啊 不顺畅 对啊 你里面没有关键了 那你走路 你走着走着 你这个磨损了 它有没有关键 那就得换关键了 对不对 好关键啊 补义养资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 已经对照上了 好像我就是心阳不足 我就是心阴不足 如果对照不清楚的 也没关系 现在就进直播间 早马进直播间问问我们主任 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 另外呢 今天啊 我们结合着咱们专家介绍的 这四种情况 还真是找到了四位观众 他们分别就要需要补新羊 异心气 还有养心血和自心阴 我们先说第一位 需要补新羊的那一位 他有什么特点呢 他应该怎么补呢 选什么自补的药材好呢 这样我们请主任啊 以及我们那位观众 一起到我们的自补大集来 欢迎阿姨啊 阿姨跟我们说一说吧 我看见线上已经贴了 需要补新羊 您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谢谢主持人 我今天就来队了 特别高兴 正好这个节目啊 特适合我 怎么说 我那个就是心脏啊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 有的时候呢还跳得特别快 我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跳到慢能跳到什么程度啊 慢到什么程度 我最慢的时候五十多下 白天是吧 跳得快的时候呢 快的时候就是 我现在就跳得快了 我一激动我就跳得快 我摸摸 我看看多少次啊 确实有点快 现在九十多次 是 我平常才五十多次 好的时候才六十多次 我看看你眼睫啊 看眼睫也可以啊 看看眼睫 眼睫也可以啊 你这个把口罩摘一下我看看 好的 对 是不是贫血吗 它不贫血 它不贫血 要看里面啊 就是看这个 下面这个 这个地方 看它的红润程度 红说明什么 不红说明什么 因为要是眼睫颜色非常淡 可能就是贫血了 贫血的话 它有可能就我们后面讲的这个血须啊 滋心血啊 它有可能就用上了 所以想看看它是不是有血须的问题 对 好好好 就是它还是以羊须为主 就是契合我们的补心羊的这个 没事 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你看啊 它的这个舌头啊 很有特点的 舌体是胖大的 边有齿痕的 好明显 明显嘛 而且的话呢 灯光一照 你看呢 明光光的反光 你舌头往上翘 舌下啊 是预暗的 预暗 而且它的面色呢 黄白的 就是没有什么血色 您这个情况 结合您刚刚的心跳慢 心跳慢 和心跳快 这个快啊 是不正常的 就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快的 它猛然快起来 所以呢 应该说 偏与心羊须 当然心系呢 也是不足的 偏与心羊须 那阿姨 已经有一些心脏疾病 或者是一些基础病三高吗 也不好意思 我还真是没看过 不爱乔医生 不爱医院 对 那还真是贴对了 需要补心羊啊 既然来到了滋补大吉了 这么多好东西 我在这里 就闻着这药箱啊 哪一种药 或者哪几种药 可以帮助他补心羊呢 真是肉桂 你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肉桂质量非常高 这不就是咱们平时炖肉的肉桂吗 有点像花椒大料似的 桂皮吗 桂皮啊 阿姨平时不做饭呢 桂皮啊 我吃肉少 并不需要什么特别名贵的药材 就肉桂就可以补心羊 这个肉桂啊 它就能够补心羊 它是温补的 推动心系 推动心血 周流不休 那怎么用它呢 怎么用啊 如果说药用啊 我们主张配用 比如我们刚刚讲到了 你羊和气之间的关系 一心气的药啊 有的人和活血药啊 化痰药啊 等等等等 一起来用 但泡水可以吗 泡水啊 它泡不开 很难泡得开 如果说我们确有需要 我们主张 你先用 先用水给它煮几分钟 药力才能够出来 单身泡水 因为它指力比较硬 就比较难 你刚才判断了一下 阿姨啊 这个新羊区的问题 还真不小 这个病是有一定 需要调理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的 真的去瞧一瞧了 去瞧一瞧 然后也了解一些 咱们关于滋补的一些 药材啊食材 日常养生来用 倒是有这个计划 准备从今年开始 重视起来 谢谢 主题是你越来越好 谢谢 好请回座 我们下一位了 需要一心气的那位 请上场 要一心气的话 您给阿姨配什么样药物 这个一心气啊 你看啊 这个 眼熟 阿姨认识吗 这个是黄奇 我经常会用这个 那这是黄奇配什么呢 是要配在一起吗 放在一个盘子里 这两个 在一起 就是很好的一个配舞 就是黄奇党参 那么这两个 都是补心系的药药 推动这个血的运行更旺 真是个好搭档 我突然想到一个中药 也是用于急救的中药 叫做 齐身益气滴丸 今天正好 来问一下您 我们也很好奇 这个齐身益气滴丸 和我们特别熟悉的 富方单身滴丸 是不是一回事都是抢救 心梗病人的 它怎么用 有什么区别 应该说不太一样 富方单身滴丸呢 它比较注重啊 就是急救 比如急性的心肌缺血了 或者心梗了 来用 那么齐身益气呢 在这个基础上 把一些 比如讲像冰片 它就给去了 去了以后呢 那么加上这个 齐和身啊 那么这个使得 补气的力量更足了 这个补气力量更足呢 对于我们 比如讲冠心病啊 比如讲有劳力性心脚痛啊 或者是稳定性心脚痛啊 或者是合并有一些心衰的 对这一类人群呢 它的适应症就更广了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呢 就是原来那个药 是偏于急救 那么这个药呢 就偏于日常 预防 对 预防和治疗 对 明白 可以通俗地这么理解 父方单身低丸 还是急救的时候 不舒服了 比如说胸前去压榨了疼 赶快 我们可以含一颗 而跟它相近的 有相似功效的 我们刚才说 有黄旗 有党身 旗身一气地丸 是可以用于日常的 当然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 对对对 阿姨听明白了 我感觉今天这四个字 非常的适合 好 因为我之前做过心脏的手术 二肩瓣 瓣膜治患 哦 做过治患 还有心理不齐 那是患的是机械瓣是吧 是机械瓣 三物瓣 你生物瓣患了几年了 16年年约 16年 那今年第七个年头了 其实它原来在换瓣之前 它就一定会有心细不足的表现 就是我们讲的那些症状 它应该都会有 都有 都会有 都会有 好 所以日常调理 咱们可以用一下 这两个搭档 这两个也经常会用 那肯定的 泡水珠水来喝喝汗 对 好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也来着了 谢谢 好 咱们自补大吉 还要继续开张 我们往这看 需要养心血 刺心阴的两位上场 你好 其实养心血和资心阴 刚刚我们也讲了有点区别 但是有很多共同的特点 资心阴 比如有个非常要的药药 就是这个 狗旗子可以 狗旗子 是吗 刚刚我们也介绍很多了 还有呢 你比如讲像五味子 另外呢 比如养心血的 比如像我们讲的 这个恶骄 还有呢 当归 能够把我们的心阴心血 给它养足了 养足了以后呢 我们的羊和气 就有生化之源了 那么羊和气也就足了 而气血充足 阴阳平衡 我们的身体的机能 我们心脏的机能 就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程度 但是说到这儿 可能很多说话一说 哎呀 这好像我每一样都占表 又不是特别明确 我到底用哪个 我还记不太住 我们还有非常简单的 适合大多数中老年人用的 滋补的好东西 马上揭晓 谢谢两位阿姨 请回坐 谢谢 谢谢 采访了四位阿姨 尤其是第一位 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李主任给她看了 明显的真的是有问题 需要补心痒 但是阿姨 不愿去瞧病 咱们送她份健康礼物 鼓励她真的 好好看病注意自己的健康 不能轻视 高油酸抗氧化 清真派健康油 阿姨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高油酸华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 祝您越吃越年轻 送给您阿姨 祝您健康 芳姐我们回来了 这简单的补益方法是什么呢 李主任您来揭晓 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制剂 高方 什么样的高方呢 高方的原意是滋补 但是现在已经拓展了 就是一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第二个呢 以虚损的病为主的各种病 都可以用 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 一温氧化冠心病高方 有人参 是吧 有二胶 葛根 酸枣仁等等等等 几十味药 那这里边 大家看这是热闹 满篇 实际上这里边是有名堂的 您介绍 介绍 对 就是如果说你一个方子 你都是补 都是往里面塞 它不运化 它不走 那你补了以后 它在这地方停着 对 那达不到效果呀 所以说它有 给你运 病所在哪儿 我给你运过去 起到这样的座路 另外呢 我们刚刚讲了 各种各样的角色都得有 那人说过睡不着觉啊 刚刚我们几位老同志是吧 都提供了自己的信息 那比如我睡不着觉 那你看里边有什么 有福神 看到没有 有福神吗 这个福神在里面 那就是 能够养心安神的 能够养心安神的 还有远智 看到吗 第四行的远智 它就是能干这个的 所以说这张方子 我们不能展开来讲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滋补方 这个滋补里边 蕴含着很多的学问 那么只有大家相互配合 按照以理上所言的 然后相互配合 才能够达到一个 比较完美的效果 所以您给我们强调一下 它适合人群 适合什么样的疾病 什么样人不适合于 对 它适合什么人群呢 就是适合于 以阳虚气虚为主的 有加油瘀血的 这样一些惯心病的 心脚痛的人群 适合于这些人群 明白 马上就是大寒了 所以我们要抓住 这个养生的小尾巴 好好自补起来 希望明天身体壮壮的 感兴趣的朋友 赶快拍下来 我看刚才说 阿姨都在拍都在记了 现在生活方便了 有很多药房 包括一些医院 都能帮我们熬制 我们都知道 高方熬起来麻烦 是 对 有方法的 当然了 如果您想知道 我是不适合 有些疑虑都可以进直播间 来问黎主任的 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滋补大吉上 不光是中药材 还有好吃的呢 其实我们在家里 也会做一些药膳 但是搭配不对 或者选的东西不对 就大打折扣了 没错 那咱们得好好学一学 今天的主题就是滋补 怎么做滋补的药膳美味呢 咱们请为专家 还来教教大家 掌声欢迎 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门医院老年病科 宋春新 欢迎宋主任 好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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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黎主任借黄旗和党身来了 刚才我们说绝配 黄旗党身 保护心脏的 黄旗党身配上鲤鱼 李主任您评价怎么样 我真的想把这条鲤鱼拎回去 这一看是黄河大鲤鱼 黄黄的 黄旗党身配你这个鲤鱼 今天希望你给大家好好露一首 行 好好露一首 这里边大有学问 有什么学问呢 咱们年年在家里都讲究顿个鲤鱼 鲤鱼跳龙门 年年有余 对 配上黄旗党身 怎么不一样 怎么做呀 咱们一会请宋主任交一交 行 也感谢黄主任 教我们很多养生知识 自补知识 谢谢 请稍微休息 宋主任您请坐 好的 好的 升级烧鲤鱼 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刚刚李主任说了 这个补心器的最重要的两个药 一个是岛身和黄旗 然后咱们配合这个鲤鱼 就会烧一道 升旗烧鲤鱼 这道菜特别有讲究 咱们都知道 中药的汤药里面有 君臣佐食 对 对 同样的 咱们的药膳里面 也有君臣佐食 哦 这样 给您举个例子 每次我们老家都喜欢年夜饭上配什么呢 四起丸子 米粉 肉 然后肘子 然后还有就是一条鱼 对 这四道硬菜 在这个年夜饭的饭桌里面 就属于君菜 那么佐食菜是什么呢 例如炒个蔬菜丝 那个蔬菜丝特别有讲究 只有老家能炒得出来 我们每次都有吃的份 还有呢 拌酱瓜 还有呢 就是豆酱 那个皮冻 这些 那这位佐食呢 就是下酒的菜了 所以咱们这道菜呢 讲究在哪块呢 黄旗 大家都知道 补气的药药 它是作为一个什么呢 补中益气的一个军药 补中益气是一个传统的 一个经典中益方药 它是一个军药 那么党参呢 四菌子汤 它也是一个军药 两个军药拿在一起 又配合这个黄河的大鲤鱼 这叫军菜的话 那么军上加军 那就是太上老军 是哪个草啊 为什么偏偏要选择鲤鱼呢 这里面从中药学的来角度 或者药膳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鲤鱼还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 功效叫诞胜利湿 对于下肢浮肿的人 腿比较沉的人 他用它来沥尿 所以 为什么说咱们补心器 补心器您只是 从表面上看说 单纯的补心器 但是气虚之后 它会有形成的一个病理产物 那是什么呢 下肢的浮肿 这样的话 我们用身器来补气 来鲤鱼来化水 哎呀 真妙啊 所以这个既养了生 又吃到了美味 还保健了身体 那他还要认真听了 到底是怎么做的 因为我们知道药膳都是有讲究的 您在药膳方面非常有研究 给我介绍一下做法 党参和黄芪啊 咱们要先煮水 为什么要先煮水 因为咱们都知道 中药有头肩和二肩之说吧 对啊 对 那头肩呢 我们就把黄芪和党参放在煮水之后 这个水就是头肩水 那么二肩之后呢 我们开肠破肚之后啊 要把这个党参和黄芪 装入药袋里 放到这块 这就叫二肩了 对啊 不浪费药材 又充分发挥药的功效 放的那个水 那个汤熬制的 对 就是要炖鲤鱼用的 就是煮黄芪和党参的那个水 对 那药包不浪费 还是继续炖煮着 还是要继续炖煮的 这样不浪费药材 而且药效还发挥得最好 喝汤吃肉 怎么样 黄芪 确实到菜 要不要试试 我觉得按主任说的 我们家的那个年夜饭 立马上了档次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问题 我跟你说吧 鲤儿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鲤鱼吧 刺有点多 我猜到了 是吧 我对于我们上岁数的人 有的时候这舌头有点不灵活了 有点困难 所以您有没有就是那种 没刺的 软嫩的 还有滋补项的呢 那我倒是有一个很好的菜品 可以推荐给您 我知道在哪儿呢 行了 您说 先不马上告诉大家 先给大家看看样子 字不大吉上 咱就瞧瞧 都摆在这儿呢 您看哪些入口 鸡化甜滋滋 又好嚼的 往这儿看哪 各种年糕 我觉得都行 我爱吃小米凉糕 油炸糕 这个山楂糕也不错 没错 你爱吃哪个呀 我不瞒你说 这胖姐都爱吃 尤其现在我们老年人 可能三顿饭的时候 倒吃的不多 倒是有的时候 上午茶下午点的时候 吃着这个糕 我觉得也不错 寓意又好 然后又好入口又好嚼 这可没有刺 但是其实我不太知道 这里面哪个是专家推荐的 这样 咱把咱俩喜欢吃的拿回去 弄的专家好吗 成嘞 好 来来来 我拿这个 拿这个 我拿这个 拿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也不错 豆沙酸也挺好的 没吃过 咱们都拿回去 那么着那么着 来喽 这看着真有食欲 看上去都不错 但是这都不是我今天 给大家推荐的 都没拿着 您推荐的是什么 您来揭晓一下吧 我推荐的 这叫一品莲肉糕 听着名字就还有讲究啊 一品莲肉糕 它的出处是咱们这个明代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学者 《市财三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一品莲肉糕 它的主要的那个成分呢 就是莲肉 精米 茯苓 大枣龙眼肉和砂糖 这个肉是体现在哪块呢 龙眼肉 这个道菜啊 其实特别有讲究 它呢 主要用于心脾两须的这些患者 属于一种补心血的这种概念 它说补中健脾 养血安神 那么心血虚了 如果单纯的补血的话 往往会效果不是特别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要健脾 脾胃运化正常了 然后呢 这个血才能充分地补上去 就像李主任刚刚说的 冠心病的那个高方 其实啊 对于一些中脑年患者 如果有消化到的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往往啊 是要先用一些开路方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调整阴阳 把体内的这种阴阳平衡 先调整一下 脾胃虚弱的健脾 如果有弹湿的化痰 如果有热项 比较明显的要清热 当你身体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时候 滋补的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这道菜也是这样 它是兼顾着心和脾 两个脏期 为什么叫这个一品莲肉膏呢 它这个最主要的成分 是还在莲肉这块 大枣和龙眼肉啊 很甜 有血糖膏的一些患者 或者叔叔阿姨们 要慎重一下 但是说到龙眼肉 老师听专家推荐 无论是药膳啊 还是中药方子里面 龙眼肉如何养生呢 据说每天啊 适合的人群 可以适当地吃上几颗 但是具体是几颗 是有一个具体的量的 不能吃太多 我想考考现场的叔叔阿姨们 有人知道吗 一天啊 这龙眼肉不能超过多少 桂圆呢 这东西啊 我自个儿没吃过 让老伴吃 他身体差 你知道吗 他一天吃几颗 您注意了 当时一买一大包 他一天大约能吃十颗 它是直接嚼的还是泡水煮水啊 嚼 嚼着吃 对 嚼了 这十颗是多是少 是合适的吗 我们掌声送给叔叔啊 送那份礼物啊 谢谢您的参与 叔叔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曲煤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祝您全家健康幸福 送给您叔叔 刚才男的叔叔说了 说他爱人一天吃十颗 您觉得这个量怎么样 每天都吃十颗的话 是稍微有点多了 建议阿姨把这个量 给减到五六颗就可以了 中小年朋友 不容易上火的 还有这 然后每天吃个五六颗桂圆 还是不错的 不我们的新洋 好 说到这个米糕啊 里面有桂圆 但是他们怎么 看着都好吃 对 怎么做在一起的呢 您大概介绍一下做法 其实咱们单看这个配方 和这个制作方法 其实是古人留下来的 也许我认为 古人的糕和现代人的糕 还不是特别一样 如果你严格按照 古书上记载的 进行操作的话 您会发现 这个口感是偏硬的 您想莲子 精米 炒熟之后 然后外焦 然后有香味 然后给它打磨之后 再和上这个茯苓粉 然后再加上水 然后用那个大枣和龙眼肉 煮的水 然后进行调和的话 因为做出来的糕 其实有点偏硬 这是古方当中的一个做法 对 但是咱们要适当地 结合现代人的一个饮食习惯 那么尽可能让它泡发一些 那这时候就要加两个东西了 对吧 一个是泡打粉 一个是小苏打 这个话就是很蓬松的 又有大枣的枣肉 又有不原肉 这个大枣也稍微注意一下 一定要蒸熟了之后 或者煮熟之后 去它的枣皮 去它的枣糊 即便我要打碎也要去皮吗 这个不需要打碎 剁烂的就可以了 就融合在这个整个的糕里面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 可以回去试一试 今天宋主任给大家可是带来了三道大菜 还有一道更横的 特别棒的菜 这样 胖久不见问您个问题 采购年货的时候 如果您看到了那珠心您会买吗 差点 为什么 就是说这处理和做 咱也这不是特别会 关键是看着那个有点剩 有点血性 有点害怕 我们宋主任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您会不会买呢 会不会做呢 那没问题 看着舒服多了 对 你给大家给我看一看 就是也是珠心 但是切成块了 就不那么肾的话了 对 说到了这个珠心是个好食材 您真的给大家介绍介绍 尤其用它做什么菜呢 咱们有一道比较经典的一个菜 那叫什么呢 叫二白珠心羹 提起羹来说 就是比较容易消化 然后呢 比较适合老街人 叫五味调和 围之羹 然后呢 羹的这个吸收度要调整好 说白了 最后的水淀粉的勾芡很重要 那么咱们这道菜呀 特别有讲究了 它适合于温通新阳 新阳虚的一些患者 这里面的这些食材所体现的 确实体现了两个经典方剂 您说 第一是白桶汤 它源自于商谈论 第二呢 是解白酒汤 它源自于金贵药劣 所以对于这种新阳不足 并且有弹拙内湿在体内的 这时候通过它来温通新阳 减轻症状 改善体质 真好 所以你看 如果你就是自己不会做猪心 而舍弃了 永远不做这个食材 是不是特别可惜 是的 是的 这道药膳 没有什么不适合人群吧 严格意义上来说 没有什么太多不适合的人群 为什么呢 咱们说这个药膳 严格来说也需要辩证食善 根据患者的体质来进行食善 但是作为食物来说 它基本上这个性味 不是说偏颇的特别大 平和 您比较平和 如果您要治病的话 我首先要父子 干姜这一方面 还有肉桂 就像李主持人说的 肉桂的补新阳 我都用上 用上之后 它的躁裂之性就出来了 这是要治病的 那么吃饭嘛 咱们粘夜饭的 就是比较柔和一点 但是如果有一些热项 比较明显的话 您建议您少吃一些 对于蟹白 对 蟹白这会儿容易上火 容易急躁这种情况 所以要控制一些量就可以了 一直在讲滋补 特别感谢我们专家 给我们介绍的这些 滋补的美味 尤其是我们说 中医药滋补文化 由来已久 几千年来 一直护卫着 咱们百姓的健康 是的 今天我们说到的 无论是中药 还是药膳 还是高方 都是自补文化 重要的一部分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明天这第十四届 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 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这自补文化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到这时候要自补 高方真是不错的 可以选择到 口感又不错 大家都想找到 适合自己的高方 在第一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当中 就特意设立了 东城高方节的产品展示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感兴趣的叔叔阿姨 不妨去逛一逛 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养生滋补方法 咱这过年的 年货的采购清单上 也加上一些 这些滋补的美味 让咱们身体更健康 吃满满香 是 养生堂推荐产品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接下来我们进卤花养生厨房 对于食欲不好的朋友 听说有一种调节剂 可以来调整身体 左老师是什么呀 很多人可能想吃一些 非常好的东西 然后比较想吃一些肉等等 但是胃口不好 吃不进去 有的时候吃了以后不好消化 那我们这款食物 真的对我们有 很好的帮助作用 这个调节剂呢 它是一种酶 不是发酶的酶啊 这酶对我们身体非常有用 到底是什么酶呢 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关键吧 是这款食物在这个时候吃特别好 它跟我们肉类搭配的话 真的是绝配 好 那这种带着引号的调节剂 到底存在于哪一种食物当中呢 一会儿来给大家揭晓 那想问问贾大厨 咱们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啊 咱们今天呢做一道双无开胃排骨 那么说到开胃排骨呢 我们肯定知道啊 酸酸的甜甜的啊 我们不用糖也不用醋 也能够做出酸酸甜甜的开胃排骨来 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边做边说 哦原来这个双无排骨指的是 没有糖没有醋 但是吃起来以后呢 仍然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 而且呢这里边呢 我还记住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 让这个排骨的味道更加的复合 更加的怎么样 纯美 吃什么呢 跟着我们养生厨房往下看 我们边走边说啊 好 首先呢我们先说这个甜味 甜味的来源呢 其一呢就是这个胡萝卜 咱们用今天 咱们今天就用这个天然的胡萝卜 来替代 以往我们做排骨的时候 会用到冰糖啊 或者白砂糖 对对对 锅中加入少许的油 把胡萝卜给它炒一下 做好菜用好油 今天我们做菜用油 是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高油酸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是我们养生堂 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 炒一下 第一呢颜色漂亮 第二呢会让点香味 更好地释放 那贾大周您这边先炒制的 想问问左老师 是不是现在我们多吃点这个胡萝卜 对我们身体也很好呢 它里面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这个胡萝卜素在体内可以转化成纹素A 对我们的呼吸道粘膜保护呢 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因为冬季是一个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季节 所以这个时候呢 含胡萝卜素丰富的胡萝卜呀 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吃起来 那今天左老师给我们介绍了 说要给我们带来这个调节剂 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身体的 是不是就存在于这个胡萝卜当中啊 开胃调节剂呢还真不在这个胡萝卜里边 别着急后面我们会用到 那经过我们小火煸炒以后 你看那个油的颜色怎么样 红润了 胡萝卜的颜色呢也更加深了 香气呢也分外地浓郁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加点开水 我们用这个汤汁来炖这个排骨 你看甜的味道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小火给它煮个15分钟 把这个颜色还有这个胡萝卜里边 那个香甜的味道给它煮出来 这边排骨呢我们就是剁好了以后呢 给它用清水呢多冲洗两遍 完了以后呢我们直接采用煸炒的方式 但这个排骨怎么样肉香更加的浓郁 来一点点油排骨平铺在锅中 保持小火给它煎一下 养生糖推荐产品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煎完以后颜色也更加的漂亮了 刚才说了我们不用糖 是吧不用醋 糖也是提色的 是吧那怎么样提色呢 我们用煎的方法 让这排骨更容易上色 那贾达初您这边先煎制排骨 我想问问所老师 您看现在这个时候呢 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呢 可能食欲并不是很好 那像是不是吃点这种排骨啊 肉类的食材 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能量呢 它里边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 确实能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但是呢这个肉吃多呢 又害怕不好消化是吧 那别着急 我们今天还有好搭档 那它跟我们的肉在一起的话 让你不光是说它味道纤维 能够增加身体的抵抗 你增加很多的优质蛋白质 和一些溶性的维生素 同时呢我们增加的这个好搭档 真的能够促进我们 这个肉类的消化吸收 就是我今天推荐的这种 含丰富酶味的食材 是什么呢一会给大家揭晓 同时呢它还有点酸酸的感觉 哇还是一种酸味的食材啊 小火慢煎三分钟以后呢 它的表皮呢已经怎么样变焦了 排骨的香气全保留住了 我们来点葱姜是吧 倒炕锅 倒炕锅 让香气怎么样呢出来 完了以后呢我们加点那个桂皮 八角 这边我们的胡萝卜那个汤汁也煮好了 颜色呢有点浅红色了 胡萝卜的颜色出来了 它的甜美的味道呢 也怎么样同样出来了 不过我觉得吧 光是胡萝卜这个甜味还不够 还不够是吧 你最后还得让它更好 更要有酸有甜啊 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大招了 可以让甜味升级的食材 就是我们今天要放的这个大招啊 汤倒进来 那刚才今天贾老师说了 这个胡萝卜是替代 我们平常做排骨的时候 要用到的这个冰糖 那还有一个这个醋的替代品 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食材呢 就是我们董老师推荐的食材 这款食材呢 我说了它其实颜值很高的 然后呢也是酸酸的 然后呢它对我们做消化 特别有好处 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已经放在那了 贾大厨你拿去让大家看看吧 这是我们经常会吃到的山楂 这个山楂虽然好啊 有一个难点 就是这个去活非常的费劲 对 食用起来特别不方便 是吧 里边有籽 割牙 那么接下来呢 贾大厨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妙招 其实特别的简单啊 我们看好了 就是家里边这个勺子 它这个勺子瓣 它是怎么样 很细很长那种的 往里面后呢 我们把这个根呢 给它揪掉了 用从根部把这个勺子瓣呢 我们伸进去 往里面一边伸一边转 一边伸一边转 它就把里边那个籽呢 给它转出来了 真的 这个勺子瓣 确实是一个好工具啊 非常容易地帮助我们去活 去好盒的山楂 它怎么放入排骨当中呢 其实这里边是关键的 不能直接加里边 直接加里边的话呢 它酸味一下子出不来 那需要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山楂 给它煮一下 山楂经过煮完以后呢 它那个酸味呢 就很好的呈现出来了 而且呢 煮好的山楂以后呢 也可以做一道怎么样 小零食 小火开过以后呢 我们煮五分钟 那煮制的时候呢 想让左老师 给我们好好地介绍一下 山楂当中 这种调节剂作用 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们讲今天有一种煤 这种煤的话 它能够促进消化 关键是它能有什么作用呢 它是一种截止煤 这个截止煤的话 比方说我们吃一些肉食 本来不好消化 但它能够把我们的脂肪分解 所以说吃肉食的话 就不会引起一些肉的积食 所以自古的话 我们祖国有些认为 山楂真的是可以化肉脊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老年人吃一些肉的话 你加些山楂跟它在一起搭配 你又不害怕自己呢 不消化了 好 煮五分钟了 蒜味出来了 我们捞几个 直接放到这个排骨里边 完了以后呢 我们加点水进去 因为这个水 它也是有酸味的 你看 酸味就出来了 山楂跟排骨在一起呢 能够让排骨怎么样 快速地软烂 而且还能够解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加点酱油 山楂加进去了 胡萝卜也加进去了 完了以后呢 我们保持小火 给它煮制个25分钟 您刚才说到了 其实我们这个山楂呢 还可以做一个 特别老少咸宜的小零食 嗯 怎么做 其实呢 就是我们家里边 经常会吃到的山楂罐头 特别地简单 你看 熬好的山楂以后呢 熬软了哈 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冰糖放进去 就不用开火了 关上火 关上火以后呢 等冰糖化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盛到罐子里边 密封起来 放一晚上 第二天就可以吃了 这个没胃口的时候 想想这个山楂罐头 就觉得胃口一下就来了 对 但是呢 这个山楂罐头呢 是这样的 你不能是吃得太多 因为这个山楂这个酸 它挺强的 如果吃得过多的话 尤其是空腹吃不推荐 它对你的胃刺激比较大 所以一般的山楂 如果是鲜果的话 我们有一个两三颗 基本上就可以了 佳老师啊 您看这道菜里呢 我觉得这个酸味 是已经很充足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甜味呢 只有胡萝卜 我觉得可能还差那么一点点 其实特别地简单 这是我们家里边常用的食材 是什么呢 就是去了核的大枣 因为大枣的甜味呢 把这个菜的甜度呢 再给它提升一点 我们把大枣给它切开了 直接放入这个排骨当中 继续保持中大火 连烧汁再提香味 再炖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道酸酸甜甜的排骨的话 其实既没有放糖也没有放醋 全是用天然的食材 那我们总老年人觉得 自己食欲不好吃肉 怕不消化 那我们把这个山楂和胡萝卜 安排上 其实这样子你既健康又美味 同时呢你也不害怕 消化不良了